今天和国民被关心的是 台湾儿童肥胖的问题有多严重呢 那么根据调查 现在每四个孩子就有一个是小胖子 那么吃素食呢 就是造成孩子过胖的主要原因了 而当然这些体重过重的小朋友 在长大之后 罹患乳癌还有受护性癌的风险 也比别人还高 口喝着热巧克力 喜欢把素食当点心的小民 今年才国小二年级 身高123公分 体重确有43公斤 一个礼拜运动几次 差不多一两三次吧 可是常常运动就会觉得很累很累很累 就是喘不过气 像小民一样的小朋友还真不少 要不是爸爸带来运动 吴小弟肯定又在家里啃炸鸡 一个礼拜吃几次炸鸡 一两次吧 就是假日的时候会去吃 国内每四名学童就有一个是小胖子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还发现 七成以上的国中小学生 每天运动不到30分钟 BMI值过高的学童 超过九成每个星期都吃零食 七成五至少吃一次素食 其中有2%的小朋友最夸张 天天吃汉堡炸鸡 国中代表未来女孩子得到乳癌 男孩子得到心脏血管疾病 甚至其他的像社会线癌 大肠脂上癌 都跟小时候吃的过多东西的脂肪 体重过重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医师提醒小朋友的生活饮食习惯 很多时候是跟着大人 平时应该鼓励小朋友多吃蔬果 规律运动 只要是生活上的小小改变 就能让孩子更健康 记者宁亚晨君豪台北报道